王志志真是一个忠实的战士 领导指哪儿就打哪儿 即便是在苦在难的活儿 他也会干 如今 这个活儿来了 那就是八一男男主教练之职 对于八一队主教练之职 老球迷印象最深的是王菲和阿德江的更替 在2018年 王菲在德服多年后重新出山 而当年 应该是在2001年接替他的阿德江 也终于在17年之后 交出了八一男男的教编 单纯从历史战绩而论 阿德江2001年接任八一队主教练 17年任期内 八一队拿到过两次CBA总冠军 2003年和2007年 三次亚军2002年 2004年和2006年 然而再辉煌的战绩也只能是代表过去 现在的问题是 多少年了 八一队积弱鸡品 在CBA牢牢站稳了副班长的位置 而且一个赛季也赢了几场球 阿德江的风度上笔者佩服 八一队即便是一胜篮球 在阿德江的嘴里 永远有一大堆理由 永远有记者愿意听到的各种语言 而他的语气总是那么不紧不慢 活脱脱一个外交部发言人 处变不惊 让人佩服其心里的强大 然而 再强大的内心也必须取从于八一队 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现实 曾几何时 笔者就曾转文称 既然军队篮球的体制不能更改 那么 八一篮篮何不把目光对准内部 搞成一个军队系统内部的篮球联赛 但是 这种呼吁在昔日总冠军霸主的炮 卧下 一年又一年坚强的在CBA挣扎 17年 当阿德江一次又一次巧舌如簧 为八一队辩解的时候 血淋淋的现实 让八一队成为被时代所抛弃的球队 如今 不倒梦终于倒下了 阿德江离去 留给王志志的 又是怎样一个烂摊子呢 各位判官 尽可以以八一队年轻球员的强势来 逆正笔者的荒谬 但是 只要有对手队伍中 有那么一个强力外援 八一队只能充当宋芬童子的角色 王志志回来了 在体质不能变化的情况下 指望王志志能妙手回春吗 更要命的是 下个赛季 八一队的八一名字 或许也不能再有了 这样 八一男蓝连名字都与全队无关的情况下 这支球队的赞助商 还有兴趣继续投入吗 如果王志志的八一队连赞助商都减少的情况下 那他接手的球队到底是一支什么球队呢 现在CBA各队对阵八一队时 都必须尊同南协的特殊政策 但是八一队也不能指望其他俱乐部球队一让再让 总归不能让其他球队主动投降吧 内外交困 这个时候还敢于接手 王志志真是一个听话的好战士 本集完